我們願意愛這個教會 全心一起在聖經中運作 在聖經中運作 給神使用 放下一切人的問題 放下所有的戒意 不要緊的 人的問題不要緊的 所有的困難不要緊的 神一定幫我們 我今天的信息 就講到愛教會和忠心奉獻 我給大家看的影片的緣故就是 你願意去支持 去投入在這個教會 愛這個教會 讓這個教會能夠祝福更多人 其中一件事 我和很多經歷聖靈的人有分別就是 有這個做法 聖經沒有說 我是不跟隨的 我不一定說他們錯 不過有些是明顯錯誤的 譬如有些人經常說 魔鬼又攻擊我 經常注目在魔鬼攻擊 經常以為趕了憤怒的令 就不會憤怒 就以為說了什麼靈 就沒有了一個問題 就沒有著重處理生命 而我就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們看到神的美善 神多好 祂經常幫我們 我們毀身跟從神 神一定祝福的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不用傷心 相一切的傷心 給神理醫治 就是我們想整個生命提升 不只是趕邪靈 是愛神 就是祂祷告多些 跟神直接相連 也是跟從聖經 有需要趕邪靈的時候 但不用整天都趕邪靈 我今天下午都會說到 趕邪靈 不用整天趕邪靈 可以愛慕神都趕邪靈 可以親近神都趕邪靈 所以我們知道 因為有神童在魔鬼就離開了 下午就有另一個影片 下午在兩點鐘的時候 這要說到就是愛教會 和忠心奉獻 我希望大家都看這個信息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覺得 有趕邪失感情 首先我聲明我是沒有受薪的 所以我說這個信息 不是為了我自己的益處 我來到是完全義務去服侍的 並且我們把復興宣教師 事工的奉獻 也都是一部分放在這個教會 去祝福這個教會 我們都是樂意 我們去到非洲 我們不僅是宣教 我是幫助當地的教會 建立他們的侍奉 建立他們的聖經學院 建立他們的教會需要的地方 我都是周圍去神祝福我 我就祝福人 希望大家不要想說 趕邪靈感情 而是想著 我們願意將錢放在天上 反而那些錢是永存的 你放在地上 是要過去的 第一點就是 原來他出不了這些字 一切都是神所賜 神能祝福忠心奉獻 就是說 我們所有一切都是神給的 當我們忠心奉獻 愛他 他凡事祝福我們 這一點 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有無限的恩典 這個圖可以看得到 首先耶穌救我們 我們有教會 教會其實是很大的恩典 有些人說 教會也有問題 當然是有問題 又是有人 但是呢 你亦都無可否認 你在教會 一定收到有人的關心 和幫助和教導 有沒有收到 一定有的 不會沒有人是沒有的 一定有的 所以我們都感謝神有的一切 正如有很多人說 我父母有些對我不好 我問你 你父母有沒有養大你呢 有沒有跟你鴉片呢 有沒有照顧你呢 帶你上學呢 都有 雖然他們會有 他們需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都數算 他們的好的地方 還有我們有聖經 有喜樂 有太陽與水 神的恩膏在我們身上 神的遮蓋 和聖靈的恩膏 和各樣的恩慈 和身體的健康 這個自然界 亦都給我們機會服侍 有一天我們都要 如果我們真心的 侍奉和奉獻呢 耶穌也要稱讚 和永恆賞 是不是很好啊 你每一次幫人 神都起業 所以神長的一切 我們就希望大家 全心去跟從神 這個經文希望大家記得 內容比較長 不過大家記住那個經節 歷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一節 怎麼記呢 三十 耶穌三十歲開始傳道 三十九一 有些人說 怎麼想到呢 有時候這樣記 二十九 十一就是洗澳巴士 就是走路 二十一 這兩字經文很好 一齊讀 耶穌說 尊大能力 所有美麗的都是屬於祂的 強勝其實就是勝利 勝利屬於祂 祂要哪一個人得勝 祂就得勝 威嚴也是屬於祂的 天上地下 所有國度都是屬於神的 祂是至高的 萬有之首的 豐富、尊榮 都是從你而來的 這個講到是給我們 祂可以給你 豐富 你想要豐富嗎 尊榮 給你的尊榮 人家會體重你的 覺得你是一個好的人 是祝福人的 你都治你萬物 包括治你我們 在神的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到處於你 即是能夠使你尊大強盛 我們每一個人有生命 有些人有生命 你看回頭 你到底有什麼貢獻呢 有些人會說 很少啊 我經常都在我的困難之中 如果我們給神掌握 神就可以將尊榮賜給我們 以至我們下半生 由現在開始 能夠祝福人 我們不只是拿祝福 師給仇更為有福 而你想的時候 神就叫你尊大強盛 我希望大家記得 所有的好處 所有的恩典能力 都是出於神的 好了 那聖經如何教導奉獻呢 聖經教我們關於奉獻 我們希望大家 都會真心去看 因為神說了 即是祂的意思 即是祂真心的意思 有一次我講笑 有個笑話 我們那時候上課 有老師在神謀院 老師說上課了 有個人很搞笑地說 Do you mean it? 你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意思 他就說 No I don't mean it Just go ahead and relax 例如這樣 他搞笑 你們回來 有個學生說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我們回來 那他就說笑 那不是 不要緊 你們去玩 但他意思就是說 當他說回來 是否只是想你回來 即是想你回來 不過那些人就說 是否真的有什麼意思 那我想問你神說話 他是不是真的有什麼意思 因為他說的時候 不是的不是的 假的這些 是否這樣說話 不是 所以神說的話 祂說了是就是 我們千萬不要駁嘴 千萬不要否定 千萬不要不順 或者不順從 我們一起看這個經文 馬里基書三一八節 人喜可奪取神之物 你們竟奪取我的貢物 你們合說 我們在何事上 奪取你的貢物 就是你們在當立的十分之一 我當切的貢物上 因你們通過的人 都奪取我的貢物 就坐就臨到你們身上 哇 這個經文很嚴重 對不對 這裡說到你們奪取神的貢物 那裡有奪取 神就說 你在當立的事上 當立的十分之一 和當切的貢物 在這些事上 你們奪取神的貢物 因爲你們通過的人 都奪取我的貢物 就坐就臨到你們身上 這裡說到神認不認真 認真 當他沒有做的時候 後果是什麽 就坐 哇 有些人說 哇 什麽這麽嚴重 其實有不同經文說到 不結果子的樹是什麽 而且說到一棵無花果樹又不結果 那麽呢 耶穌一說他 你永不結果子 跟著又怎樣 富乾 那麽 原來耶穌說到 就是說 如果當日不結果子的時候 神是可以追討的 在耶穌三章三十六節 中文聖經翻譯 和原文是有分別的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但這套經文就說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那裡的中文翻譯是 不信子 其實在原文是兩個字來的 應該那個翻譯做 不信從 不信服神 不信從神 得不著永生 即是說 不是信耶穌 只是信耶穌 是一定會信從 我們不是靠信從得救 但你真信耶穌 一定會信從神 不信從人的人 得不著 就在神的震怒之下 得不著永生 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即是說 當一個人不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是可以管教 追討 甚至是刑罰的 在這裏講到就是 神追討他們的罪 我們不是靠奉獻得救 但我們得救的人 神給我們這麼多 我們真心愛耶穌 最大誡命是什麼 盡心盡盡盡盡盡盡盡 盡力愛主我們的神 如果愛神 你愛你的家人 你會不會給他們錢 我們會 所以我們愛神 我們都會奉獻的 而當我們偷取神的物 這個圖畫 做賊老是怎樣的 如果在社會上做賊老是怎樣的 被人抓去坐牢 曾經有一個人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在店裡偷東西 被人抓了 現在要上庭 那我就說 我向你上庭 去跟法官說 看看你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放過你一馬 我就跟他說 法官真是給他 怎知下次又偷過 這次我也不想 我也嘗試幫他 但他不聽話 他又再偷過 結果真的抓去坐牢 人如果奪取世上的東西 都何況要坐牢 奪取神的物會怎樣 是可以有就作 所以我們 頭主幫我們 不要說 糟了我的錢不夠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影片 其中有一個叫做 耶穌在中國 就說到在中國 受迫伯的時候 有一個寡婦 他帶著幾個小孩 是很沒錢的 不過他一定先奉獻 他的兒女跟他說 媽媽 我很想吃饅頭 我們說饅頭 什麼小東西 他們沒得吃 他很想吃饅頭 媽媽說我沒錢 但他媽媽都一樣奉獻 如果我們就去買衣服 而不奉獻 這個真是奪取神的物 當然有些人 你絕對是完全沒有入息的 即是說你不用一種壓力 但如果你有入息的時候 我們第一計算 就是奉獻拿出來先的 好 跟著第 《瑪雅基書》三章十節 繼續朗經文 《萬鈞之爺》說 你們要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年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 以此事事我事 否則你們闖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用 他說 你將當立的十分之一 全年送入倉庫 全部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 我家是什麼意思呢 神的家 就是我們牧養的地方 你看這個教會是否得牧養 那這個是不是你的家 是啊 有第二個家 有很多家 人家有個家 有些孫教士 有些報道家 有些恩高服侍者 都有很多人的服侍 但是他是不是穩定照顧你 不是啊 你的屬靈家是哪裏 是這裏 這裏就是牧養你的 所以這裏說到 使你的家有糧 就是講到你們牧養的家 如果你去聽其他聚會 那些應該是十分之一以外的 額外的奉獻 就不要將十分之一 就拿十分之九去幫那些人 哇 他們很有恩高 但他不是時常去牧養你的 我們在這個教會裏得牧養 你在哪個教會得牧養 你就應該將十分之一 存放入使我家有糧 這個教會其實有足夠的人 是可以令到他奉獻是足夠的 不過我聽到有人說 其實有一部分可以有能力奉獻的人 他們就沒有感動奉獻得到 不過有感動回來 不過就沒有感動奉獻 結果這個家是有缺乏的 這個是使我家有糧 我希望當中我們 真的 我們向神要交仗的時候 我們想想 我們有沒有使我們的家有糧 是豐富的 是豐足的 是有餘的 我希望大家忠心 做好我們應該做的本份 使我們的家 使神的家有糧 來試一下神 是不是將 闖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於我們甚至無處可用 神可以傾福到無處可用 多到不得了 這個圖就是 神打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於我們 還有神很多的恩典傾福給我們 當我們忠心奉獻的時候 神一定傾福於你 我希望大家 都會 甘心樂意去這樣做 然後跟著 有些人就說 等一下 十一節還繼續下 我一起圖 萬鈞之遊說 我必為你們稱責蝗蟲 原民是親世者 不容他毀壞你們的土產 你們田家的葡萄樹 在未屬之先 也不敬果子 萬鈞之遊說 萬國必稱你們為有福 因你們的地 必成為本學之地 這裏說到神會做什麽呢 當我們傳言的十一奉獻和當立的貢物的時候 神會做什麽呢 祂就會斥責蝗蟲 原民是吞世者 當奸田的人就可以真是蝗蟲 但在很多人來說 也可以是魔鬼的任何偷竊殺害毀壞 神就會堵住這些破口 所以先講到是神堵住破口 不是人堵住破口 是神堵住破口 就不容它毀壞你的土產 我們沒有家庭 但是你的家庭 你的婚姻 你所有的一切 你的工作 你的健康 你是不是可以任意被魔鬼去拆毀 有哪一種你可以損失了 不重要的 有沒有哪一種 你的手指尾沒有了可以嗎 都不好 你想不想手指尾沒有了 我想你都不想 就是說有哪一種我們會想魔鬼來拿 不想的時候 我們就靠神去祝福我們 真是將生命見上給神 也都甘心樂意的奉獻 那你也都叫我們的不會掉果子 還有還有 萬國必稱你會為有福 當我們聽神說 萬國就稱我們有福 我們就成為有福的人 你所有人說 歡迎做教會是有福的 這個教會是有福的 想不想 希望大家都會說 我希望這個教會是成為有福的 我們的地成為甚麼地 喜樂之地 一個開心的地 原來 馬拉基書後面說得這麼好 是萬國稱你為有福 還有成為喜樂之地 是不是美好 希望這裡成為一個喜樂傳言的地方 成為到周圍的人都喜樂 有些人說 求約講奉獻 新約武講 這裡有講 馬太二十三章二十三節 一直説 你們這假務為事的民事或法利菜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 迴香 勤菜獻上十分之一 那在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悟不行了 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好了 這要講到耶穌說兩件事 他講到那些假務為善的法利菜人有和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 迴香 勤菜 他只是獻上一些菜 其實在去年 有講到獻上牛羊 這些生畜 但他們沒有獻 只是獻上一些菜 不過耶穌也是說 你們獻上這些 但律法上更重的 是甚麼更重 告訴我甚麼更重 公義憐憫信實 原來憐憫人是更重的 有些人說我只是憐憫 我關心人 我不奉獻 曾經有人說 我不奉獻 我在教會只是侍奉 這個神都是要我們忠心做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財務在哪裏 你的心在哪裏 當人經常掛錢 其實他的心就在錢那裏 好了 這是更重的 所以他講的是 這更重的是甚麼 後面有 這更重的是甚麼 公義憐憫信實 是你們當行 那裏是甚麼 那裏 那裏 這裏更重的要做 那裏是甚麼 十一奉義 即是兩樣都要做 大家懂不懂的意思嗎 他講兩樣比較 你們肯實現十分之下 不過更重要的就不做 憐憫人這些不做 更重的要做 不過另外一樣都要做 所以這個經文清楚嗎 清楚 即是說我們都應該奉獻十分之一 這個是一個起碼 起碼不是最高 是起碼 有些人奉獻 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都有的 真的有人是這樣奉獻的 而奉獻的心態就是 我奉獻了是神喜悅的 這種心態是神喜歡的 神一定會厚厚的賞賜祝福你 我自己是經歷很多神的祝福 我初信就已經開始十分之一 因為我知道神是真 我就開始這樣做 我就發覺神呢 就拼福於我 甚至無處可用 真的 是多得不得了的 好了 而聖經就講到 多眾多修 即是說原來奉獻的時候 神是會賞賜祝福你 但我們奉獻的時候 不要想著神給我多少 不要想著我今天奉獻多少 神又給多少 神會給你 不過你不要想著 下個月下個星期 就會有些東西 即是不要用 不要拿利益為有目的 而是我感謝神 和在這裏講到樂意的奉獻 我一齊和高隆德後書九中六節 小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 者或是真的 各人要除本心所著定的 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悅的 神能將各人的恩貴 多多些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 在這裏講到小眾 小眾 小修 因為夏文說到甚麼呢 捐得樂意 所以這裏的眾是說到甚麼 就是奉獻 就是奉獻 好像殺眾 小眾的小修 但是我們不要有一個動機 我要取得多少 這個就是封城神學的教導 你欠钱 那你就拿出一部分钱出来奉献 放胆地奉献 接着你就会在下个月或几时 收回更多倍的钱 有一个这样的心其实不是很好 曾经有人这样教导 他又问我的意见 我就说 首先我们的奉献是不完美 为什么呢 我们做什么都不完美 我们譬如说祈祷 你会不会有担心 会不会神会听祈祷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心里面有时会忧虑担心 这个人会不会信耶稣 如果他不信会有些怨恨 这些都是不完美 奉献的时候是不是 今生乐意感谢神 神给我这么多我传言的忠心奉献 很多时候未必是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时候你跟神说 我给了你这么多 你给我吧 这个心态已经不好 我给了你你给我吧 已经是不好 这样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拆看你的行为 一刹汗有罪的时候 他就追徒了 圣经讲到我们是不义的仆人 所作的是我们应份作的 是不可以夸耀的 所以你不可以拿你的钱 就说神我给你这么多 你给我吧 曾经有人说 我付出了很多钱给宣教 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钱呢 他就会追徒了 就是说我给了这么多钱 现在神不给回呢 其实在生命中 我们有几个破口呢 当我们赌注过行神的路 遵从神 亲近神 神一定会祝福 神不会脱漏的 好了 那么 除本身所着定 都是不要勉强的 因为你勉强呢 神就说你 你哪里奉献得这么勉强的时候 神一定会祝福 你无论你的能力去到哪里 你就甘心乐意 然后奉献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祝福 所以你奉献的时候 你两个月一起献上 一个就是金钱 第二个是你的笑容 就是你一边奉献的时候 一边开心地奉献 神就祝福了 你一边奉献的时候 啊 啊 神要我奉献这么多 真是很肉痛啊 我真是 哇 就是如果你计算 有时候有些人的入息高呢 那奉献的数目 是可以每一个月买一样 啊 抗音器啦 买个琴啦 都可以的 有些人 哇 你这样想的时候呢 神已经不起穴了 就是你说 我那些钱我不奉献着 我买了这些东西 神是不起穴的 所以我们呢 奉献的时候 欢喜快乐 神就会喜爱了 还有呢 神呢 我将各人的恩惠 多多加给你们 神是乐意给我们的 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事事 所以奉献的时候呢 是喜乐的 开心的奉献 是乐意的呢 一边奉献一边说 神欢喜的 又不是骄傲啊 又是说 我知道神欢喜 这个是信心 不是骄傲 就是不要说 哎呀 我都奉献很厉害的 千万不要奉献的时候 仰气 你看我多少奉献啊 这样 就是不是要被人知道 我们是被神知道的 而我们奉献的钱是 即财在天 因为你吃了的 又去回洗手间 你穿了的 又是会烂 你有很多套衣 其实都没穿完的 那些钱 其实如果你有些人就这样的 喜欢买东西 买完之后呢 发觉都不用用的 那就放了在那里 那些钱如果是奉献呢 就不会浪费了的 马太六章十九节 不要为自己 迹转财保在地上 地上有从子 咬能受坏 也有财 挖洞来偷 只要迹转财 保在天上 天上会有从子 也不能受坏 也会有财 挖洞来偷 这些钱不是飞走 而是飞上天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飞上天 所以我们有互动的行动 互动的祷告 互动的行动 互动的祷告就是 我在这里祈祷神喜欢的 互动的行动 我一边奉献 已经存在天上了 神喜悦的 神喜欢的 一路感谢神 我奉献的是神喜悦的 已经存在天上 这个是信心 是根据神应许 不是说我够好 而是说神应许 我就相信 这个就是 希望大家都有这个信心 整天神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就相信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发觉 有时钱多又可以用光 钱少又用光 为什么钱少又贴 因为钱多又用光 有没有发觉这种东西 人们好像觉得 钱多又是用了去的 有些人很多入息 又是这样用了 这个我发觉 原来其实神为你储存 或者神束缚你 反而是最重要的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钱在哪里 马太六章21节 因为你不是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心在哪里 原来奉献就把外主 和外主的人分开了 左手边的财宝 自在银行和世界 就是心在世界 那又怎样呢 就怕奉献会失钱 会损失了 就会体重自己过于神 那神就不喜欢 就会失去祝福 即是说原来奉献 是显出这个人的生命 是什么的生命 好了 然后那些人的财宝在主里面 就是我想有的就是 神的喜悦 行神的路 这样的时候呢 深信神会供应和赏赐 奉献就存在天上 可能神又喜欢了 又提升生命 是不是更好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 是真是说忠心 在这件事上 我不敢偷钱 有一个 我们曾经去宣教 有一个地方 在菲律宾的教会 是很强调讲十分一奉献的 他们教会真的很厉害 本来是很贫穷 在贫民区开的教会 但是后来越来越丰富 这个教会叫做 The Warm Body of Christ Family 很长 The Warm Body of Christ Family 一个温暖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很忠心奉献 而他们的牧者 都是奉献几十分 百分之几十的 而他们就不断去祝福 菲律宾和不同国家 他每个月都有宣教 在菲律宾和外国 每个月都有的 而他们是全靠这些奉献 这个教会有这样的奉献 后果是那些人变得更加丰富 真的非常喜乐 如果你有机会去菲律宾 你可以查一下这个教会 在哪里去看看这个教会 真的我进去的教会 是几十个人跟我招呼 一直走过去 是不断有人跟我招呼 欢迎 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教会 他的心放在神那里 神就祝福他们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将你的心放在神 有些人会浪费金钱 但就不肯奉献的 其实这些金钱浪费的时候 买的时候可能有些开心的 不过都是要过去的 这个买衣服 买到没钱了 这个就是说 为了喝牛肉汤 吃牛肉汤面 就花了二十个小时 去到台湾那里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他很远就是为了 吃那一餐 吃那些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真的把食放得这么紧要呢 还有有些人 贫唤手机就制造电子垃圾了 很多手机仍然用得 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 就买一个新的 那你就会怎么样呢 把这些钱放在垃圾桶里面 这些钱都要过去 但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是永存的 第三就是神体重教会 我们应该爱教会了 就是说 我们奉献和体重教会 尊重教会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十六章十八节 我告诉你 你是匪德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阴家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那些药士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个讲到 就是彼得认耶稣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耶稣就跟他说 你是彼得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盘石上 天主教就说 这个盘石就是彼得 他就说 彼得传下来 不过很可惜 现在他们很多信仰 已经偏离了圣经 所以 不是在彼得 他就觉得 不停传下来 就是有这个权柄 其实这个是彼得的信仰 彼得的相信 彼得的相信 就是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就叫教会建造在盘石 这个稳固的盘石 这个稳固的盘石 陰间的权兵 不能够胜过他 这个讲到耶稣很看重教会 就是说 魔鬼不能够胜过他 他是建造在盘石上 非常稳固的 还有我将天国的锁匙给你 这个锁匙开天国的门 在地上捆绑 天上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 天上要释放 到底这个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到 只是释放邪灵 捆绑邪灵 但其实 不只是这件事 是包括所有 亦都是包括罪 不得赦免 在教会里面 宣告信主的人 得到赦免 这个是释放 但是在教会里面 如果有人有罪 我们去跟他谈 他愿意悔改 那就最好了 他不愿意 我们找一两个跟他谈 然后他都不愿意的时候 就教会跟他谈 最后他都不肯悔改的时候 圣经说 耶稣就说 看他如外邦人 那时候 他是被教会捆绑 有些人说 我转去第二间教会 你被教会捆绑的时候 整体全世界教会 你任何一间 你在那里的罪未处理 你就仍然被教会捆绑 你在天上也都捆绑 所以我们不要说 我在这里犯了奸犹 我在这里追女生 追到又不成功 搞到乱了路 我走去第二间教会 他又流头来过 不行的 神会追逃的 因为圣经说到 神是体重的教会 教会建造在他的盆石上 阴间的权兵 不能胜过他的 所以我们都不要做任何事 伤害教会 我希望大家不敢 不敢在教会说行话 不敢在教会批判任何一个人 无论多软弱都好 他的软弱都好 有神去照顾 我们都可以帮助他 但我们的赞入圣经说 无论你是谁 都不能论断人 因为你怎样论断人 亦都怎样被论断 这个就是对教会的尊重 如果你进去厕所 看到整地的水 你要粉纸抹一下 这个是尊重教会 你不要在厕所用完 弄到教会的厕所都骯髒了 你要尊重教会的一切 任何一样东西 这个就是对神的尊重 大家认不认同 对神的尊重 就是对神所有的尊重 而神体重的地上是什么呢 是教会 神不只是说个别基督徒 你自己搞定 神鼓励我们 神教导我们 在教会里面有权并的 我们应该在教会中心 因为很多人有这种心态 这个教会不合心 我去其他地方 你可以找一间合心的教会 你就停留在这里 你就不要整天 现在又不合心 又去第二间 两三年又住一间教会 这样的时候 你哪里都不畏心 这样的时候 你得不到神的祝福 好了 以福所书一章二十三节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 那充满万有者所 充满的 其实我们看圣经 尽量留心的字眼 教会是什么 是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身体 贵不贵重 重不重要 是重要 是不是需要尊重 需要尊重 还有 他是什么 那充满万有者是谁 神所充满的 教会是神所充满的 教会有没有问题 有 有 不过神都在吗 都在 只要这个教会 是真的信耶稣 跟从耶稣 他总有 任何一间最原理的教会 总有一些软弱的人 对不对 但是 不会因为这些软弱的人 这间教会 就是神 不在 总之这个教会是走神的路 神就依然在 你会说了两个真理 我们记住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而教会是什么组成的 人 是人 你和旁边都说 你就是耶稣的身体 你就是耶稣的身体 我要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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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你 尊重你 攻击 是不容的 是很大罪的 譬如有个人 散播谣言 说耶稣不好 是不是很严重 是很严重 所以散播 闲话关于教会 也是很严重 而我们 当我们看到 教会的问题 是处理 永远正面处理 马带18章 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 也是神所充满的 好了 下面也说到聖餐 在 阿伦多前书11章 21到22节 说到他们 那些人令聖餐很暖聋 然后最后那句 我们就读了一句 《幻是藐视神的教会》 叫哪有的羞愧呢 那里就 保罗指责他们 藐视神的教会 那 他们的教会是有问题 有人软弱 有人贫乏 但是保罗 斥责他们 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们守聖餐 不守规罪的时候 你就是藐视神的教会 那这个保罗 那说一下这件事是否重要 藐视神的教会 是否严重 是严重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神啊 我要尊重你的教会 我不敢藐视 因为你的教会是尊贵的 我不敢藐视 希望大家都是 永远用正面的方法处理问题 永远不用委扛背后说 而是正面说 正面建立 永远是建立的 永远是想它好的 所以就算软弱的教会 都不用藐视的 有些人对教会有消费者心态 消费者心态是什么 你来服侍我 满足我 我来教会 我给奉献的 即是我是老板 这个心态是非常壮的 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观念 不过在社会就有了 我是消费者 我是你老板 你要听我说 你的服务不够好 我就发脾气 这个是有些人的心态 而且不愿意付出 或者计算人的错误 你有什么做得不好 或者是无心奉献 对于自己的家务忠心 如果我们到忠心 这个教会一定是丰富 丰富的时候 不是要来浪费的 是要来更加发挥 神给我托福在这个时候 在这里成为助理牧师 我是会寻找 什么原因 这个教会有些什么地方难掌 有些什么可以冲破 一会我都会做一件事 稍为冲破一下 我是会有方向的 我不会说 就这样子奶奶走 说到哪里 拜拜 我一定有方向 神在昨晚我们在这里开完 那些家长会之后 我在途中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就是神是会指示 我们当行的路 当你走神的路 神就会带领你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 看重神的家 爱神的家 你想想 这个教会真的有很多 好的地方 你就珍惜欣赏这个教会 有些人就经常说 我要找完美教会 去到又不完美 应该又再找另一家 这样的人多不多 圣经购买的人多不多 一会就转另一家 转来转去 其实呢 这个也是他本身有一些问题 我们的教会有什么特色呢 一起读一读 有委身的教目 有圣经的教导 我教导真的有很多圣经 我是神 也都解释给大家知道 知道圣经那些清楚的信息 也都有圣灵的充满 而圣灵充满 不用一定要 整天都哭笑 而在里面 有神的同在 就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有动力 也都很多人被医治释放 有几多人曾经被医治释放 举手在这里 感谢主 这么多人在这里得福 那你感谢神 对不对 还有呢 你有没有潜质 可以发挥 是有的 所以我们个个都可以发挥的 好了 那你愿意委身 外教会和忠心奉猿 愿不愿意 有几个愿意 举手 我希望大家忠心 不用怕死 不会死的 你忠心是不会死的 神一定会保守你 祝福你 神会保守你 你会经历压外的恩典 有些基督徒呢 他就说 我愿意做一些事情 不过从来这些事情就难搞 他就发觉 他的生命始终有很多东西 卡住的 当你 因为心在神那里 你的心在神那里 神就知道的 神就不会丢 就是会丢 由你去做孤儿的 他一定会看着你 一定会祝福你 我希望大家 就是记实神的说话 他一定会做 他所吩咐的事 那一会呢 我就会带 一个诗歌 统告 敬拜 而且遇到我 我会前往 我想做一件事 要做什么呢 在祖告和唱诗之后 请你找一个 不太熟悉的人 或者 你跟他 可能有些少少冲净 或者是有一些 未是很和谐的人 别找一个 你常都一起那些 别找一个 你的祖园 你的家园 而是找一个 跟你可能的关系比较疏远一些 又轮流为对方的需要祷告 你就告诉你我有什么需要 他就告诉你有什么需要 你为他祷告 也都是如果你有地方 大家有些不和的 请你遥恕我 我也都愿意接纳你 遥恕你 互相遥恕 好吗 你觉得这个行动有没有重要性 有 有 那我又说一说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说希望这件事不会发生 有什么原因都好 不要再发生 他说 你去一些教会 你走到哪个人那里 你跟他聊天 他都会乐意接受 他说在这个教会 试过有些人走过去 他就看着你好像 为什么你走过来 那这件事 我只是说它出来 有多真不重要的 主要你不是那个人 可不可以 你不要做一个 他走过来跟我聊天 他是另一个家园 他是家序的 他跟我有些不和 我不喜欢他 他有些事我耿耿于怀 是不是需要释放 需要释放 可不可以冲破这些 如果教会要復兴 需要不需要冲破才行 一定要冲破这些才可以復兴 你愿不愿意做呢 有谁愿意做呢 冲破任何一切的障碍 不要紧要 他得罪我是他的问题 是不是 他要见神的 他要向神交仗的 总之我做了我的本负 我去谣说他 我祝福他 他做什么呢 我劝道他 他不听是他的责任 我就不用怒了他 怒了他又变得怎样呢 广东话一句比较俗一点 拿屎上身 别人不要 你就拿他上身 恐怖啊 不要啊 不要拿屎上身 别人的不好 不用介意的 也都不要传 不需要传 我们只是祝福 讲任何话都是祝福 恐怖啊 我们一起起床 首先用首诗歌 我将所有献上给主 就是说 首先 是我们的心 首先一定是 献上我们的心 然后呢 献上我们的奉献 然后呢 献上我们的人际关系 喂喂喂 这个是什么要改呢 献上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是说呢 我们跟所有人都和好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我们一起要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先唱副歌 小歌 我们卖SON proximity man 我们应该要多谢耶稣 跟祝福 我们要多谢耶稣 小歌 igkeit сейчас 应该要多谢螺 我的上所有 天地尘埋 宝贵耶稣 我的上所有 我的上所有 天地耶稣 感受到你 全天上 我的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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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T 我的上所有 手 我 nhất的上所有 我的上所有 我将所有天与耶稣 我的生命到归地 我下世上所有天华 所有送丹与忧愁 我下世上所有 我下世上所有 天与尘埃不归耶稣 我下世上所有 我将所有天与耶稣 我的生命到归来 我的生命到归来 我下世上所有 主要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放入你的教会 你的教会就是你的家 又是耶稣的身体 又是神的天 是我们不容轻看的 我们不容轻看 因为轻看神的教会 就是轻看神 主要我们不敢轻看 如果我们有做任何事 轻看教会 求主赦免我们 就算我们做多少事 就算我们奉献多少钱 如果我们轻看教会 一切都是徒养 所有都是草木和街 求主帮助我们 为到我们有轻看教会 悔改 求主赦免 如果我们有不忠心奉献的 求主赦免我们 我们浪费了金钱 但是我们不愿意奉献的 求主赦免 求主念 叫你悔改 我求主感动你 真是回应神 我们没有爱教会 或者没有爱教会的 弟兄姊妹 有伤害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 愿意去悔改 愿意珍惜神的家 珍惜这个家 我们多谢天父 赐给我们这个家 在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感动 如果有任何一个人 你觉得你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总之有曾经有伤害 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人 或者伤害这个教会的 如果你愿意你出来 这个是非常勇敢的 你拿个麦克服 向那么多人去悔改 请他们原谅你 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 你可以出来这样做 再求神释放你 脱离一切的内疚 如果你有曾经 有些地方 是伤害这个教会 伤害人的名声 伤害这个教会的合一 你想公开的悔改 我们就不会执着你所说的 你会说 我欣赏你的悔改 我欣赏你的名称